你知道都有哪些中国演员客创过漫威电影吗 首先登场的当然是我们的范爷彬彬 他已闪烁身份亮相于X战警逆转未来 一手空间穿梭可谓转足了眼球 虽然在该剧里范爷没有任何一句台词 出场镜头更是寥寥无几 但仅凭那绝美的容颜 以及那超强的扭曲空间之力 就能让观众们记忆犹新 其次是登场于电影上期的梁朝伟 小子 跟我讲话礼貌 我吃的鱼比你吃的饭还好 他凭借十环之力可谓纵横无敌 一人一骑就能横扫一国 一手红加铁线拳更是能轻松到达上起 但在影片中 她是个不折不扣的恋爱脑 与相当演员陈法拉在剧中扮演夫妻党 而陈法拉更是出演了最近刚上映的 《哥斯拉大战金刚2》里的一位女王 除此之外还有袁华杨子琼等 而在电影《钢铁侠三》中 老戏骨王学奇饰演的吴博士也非常亮点 不过也仅仅只有一句台词 但在影片最后她成功帮助钢铁侠取出弹片 至此托尼才重获新生 而在《美国队长三》中 由武僧一龙饰演的改造战士 虽然只有短短十秒的镜头 但也算打出了中国的风采 除此之外 就连《爱情公寓》的陆展伯都客创过每对三 那么你们还知道哪些在漫威里客创的演员